所有在股市奋斗的朋友们 你们的辛苦我都懂 股票市场其实是有一套神秘 而且有效的方法 一切都交给我吧 我就是你的贵人 欢迎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节目主持人Ruby 美国联准会的主席鲍娥指出 5月初将讨论升息两码 那市场预期会加速升息扩大规模 影响了台股周五盘中 是失守了万七大关 持续的横向扩底 那么全新的一周 投资朋友们该如何来掌握 这个操作的节奏呢 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 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 Mortal Good 蔡英斯坦 蔡正华老师 老师好 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老师那周五呢 虽然指数是拉回的 不过您预告的防疫股 宅经济黑马股 还有车电跟军工是持续的走强 那么这么多的好机会 接下来如何锁定呢 这个 呃 这不好意思啊 还是只能给我这样子讲 是 那我真的是生技王 就是生技王 老师就是市场唯一公共的生技王 我又有点 没办法 这真的是 因为我没有看过别人赢我 想谦虚都难 讲虚都难 你看我给你讲生技股三阶段 有加入我们Lighter的 把那几个行指稍微看一下 对 现在的逻辑是这样子了 你如果只炒题材的话 当然就是一段时间了 但是目前我们先看大局了 这个大局是就是确诊人数越来越多 而且速度在加快 是 那以这样这个感染率来讲的话 如果你参考 这其他的地方 可能 呃 我们抓一个很简单 10到15%啦 因为这个10到20%中间 每个人有 这有不同的争议啦 阿中部长讲的跟 其他几位名嘴讲的又不太一样 假设说是10到15%来讲好了啦 2300万的你去抓的话 大概2到300万 当时报纸是这样写的 300万嘛 是 那假设真的到300万的话 你想想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300万呢 占台湾多少人口 你看光是300万人你接触的人 你一个人抓10个就好了 对 你这个抓10个你把它乘以2 对 300万乘以2600了嘛 是 不是乘以10再乘以2 一个人接触10个人就3000嘛 3000万你再乘以2 因为要两英才算过关嘛 是 那已经超过台湾的人口啦 所以说你一个人不是只有验一次 检测司机这个东西快筛 他不是说你你筛完没事的 你要一直筛筛 动不动就在那边筛筛筛筛筛 一直筛 对不对 对 这个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嘛 就是希望你想把价格压下来 那有的人就开始讲说 那价格压下来的话 你如果有营收没赚钱怎么办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你要看股价 假设股价是一根长黑带跌停 那不用你说了 我告诉你一定有人知道 这开始赔钱了 但你看那个新闻出来后不跌 所以我告诉各位就是说 操作股票实战操盘 永远记出一句话 重点根本就不是在那个 新闻的本身 重点是在那个新闻出来后 你看股价的反应 因为股价反应的是你不认识的人 他知道了你不知道的事情 那才是真正的重点 像比方说礼拜五突然拉原钢 你仔细看原钢是前几天就出量了 那原因很简单 你大家看到新闻了 所以股票市场上它很有趣 我现在回头来讲升级这件事情 如果说在礼拜三你看到那个新闻 整个升级股就溃散 那就代表说大家不想玩了 但假设说你今天看泰博了 亚诺法了在这地方它停住它不动 我们都可以接受啊 因为你分盘交易啊 假设说你分盘交易很简单 就是好比说你这个一家店 人数已经太多了 对不对 我希望你在外面排队 等到这个降温一下你再进来 那如果坐鸟兽散 这个族群就结束了嘛 那你觉得有坐鸟兽散吗 并没有 没有 前跑去买什么原料药 跟跟我讲过 买药药 而且我们在那个dialet里面写得很清楚 对 如果你要扣四月营收的话 有一个重点就是药局 药局 为什么是药局 我现在讲给你停 这真的是有道理的 因为你检测信息你说300块 你说怕这个政府把你降到100 你会赔钱嘛 对不对 那也许你少赚 那这个我昨天已经说明过了 这个我今天就不再讲 但是呢 也许从300降到100 毛利率会降低 但是 不管你涨价或降价 有一个地方一定赚钱 就是通路 就是通路 没错 一定是通路嘛 你说这个厂商在流血大拍卖的时候 我租你场地的那个人照样收租啊 还是要收 还是收啊 对啊 我不会因为你降价 或是你怎么样 不关我事啊 所以整个下半年 我讲最好的行业就是药局了 是 有这有道理的 这真的是有其道理的 你仔细想想看 我今天不管你涨价或有跌价 反正我药局都是要卖嘛 是 那么药局的通路商一定拿到一定的利润 要不然我干了帮你卖 好第二点 你看药局他还卖什么 除了口罩酒精这些有的没的之外 还有什么普拿藤 还有包括以后的配料 有没有 是 你看这个礼拜五的时候 找到什么宅配通啊 其实是在讲这个东西 你说未来来讲的话 真的上百万人的话 那你不知道多少人隔离在家里 哇这个不得了了 我告诉你 今年下半年 这个最好的行业应该就药局了 药局 你你想想看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他的耶 是 那我们就来看看台湾的几间药局嘛 那看我们Lightlight 礼拜一的时候跟各位讲说 有一家药局 招牌是绿色的 是提前预告的 我告诉你 多少人去找出来 结果都没买 都没买 怎么会这么可行呢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不相信啊 哎呦真的是 而且法人有买 对啊 而且我在讲 我那个写的很清楚嘛 礼拜一我写的啊 大家也没写的啊 是 投信再买那家药局 其实招牌最绿色的嘛 那大树啊 这么好猜 啊投信就买那一家 你还买哪一家 对不对 是 好 重点来了 你看哦 你看那个大树 在盘了两天以后 他这件事工高 创新高 礼拜五创新高 创新高 我觉得投信买这个没有错啊 是 第一个你正规军嘛 第一个谁不知道大树药局 对 对吧 你家大街小巷都有嘛 是 好那开始了 我们说涨到第三轮 因为我在light里面都写过了 对第三回合 你涨到第三回合的话 就是要扣这个营收 因为这个营收会出来嘛 是 台湾也不过就能几家药局 再来谁 信义 信义 这我公开讲的 对 送你啦 再一根涨停 对我们来讲很简单 很正常的 是 礼拜三礼拜四 你有买的 我全部都恭喜你 恭喜大家 那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有买大树的 我也同样恭喜你 恭喜大家 那你这根长 长虹呢 这根长虹带信义的涨停 就是你我五月返工的第一个筹码 是 对不对 因为我是特别针对第一波 你没有赚到亚诺法的人 讲给你听嘛 对 对吧 那当然市场上也有一些人是这样子讲的 说这个涨多了 准备要拉回了什么之类的 我没有什么好跟你分享的啦 我只想讲一句话哦 会讲这句话的人 大部分自己都没有赚到泰博或 或亚诺法 对自己没有赚到 是你当今台湾就只能问我蔡政华 不然你要问我谁啦 你去看一下现在全中华民国有公开在操作这几档股票 除了蔡政华还有谁啦 老师就是圣济王 那你不问我你问谁 你去问那个没有操作的 那就奇怪了啊 对 他本身连第一波都做不到 他凭什么是凭什么抓第二波会不会涨 对 你连最简单的第一波你都抓不到了 你还问他好好好奇怪你知道吗 好比说有一个人国国那个高中都没有顺利毕业 你拿一个大学题目去问他这样对吗 你要问高中的榜首 你要来问我 是我才能够回答你大学 接下来我要选修什么科目嘛 是 对不对 市场上一大堆人在问那些连第一段都没有做到的人 你问他干嘛 他现在套牢的华邦电台没解套 你问他干嘛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告诉各位 来 我的逻辑很简单 现在呢既然泰伯在休息 对不对 辽诺法在休息 你就看那个钱有没有散到升级外面 没有散到继续做啊 所以我刚刚讲讲 讲通路是有其道理的你知道吗 好我现在讲台湾的药局啦 除了在这个大陆这个大树之外 医院系统一定要信医 给他看过嘛 是 那个医疗器材 不然在那个各大医院的那个B1美食街 或者是说在旁边卖一些什么器材的 你都看到个信医啦 是 再来我们看到有一个瑞斯有没有 YES 瑞斯药局啦 瑞斯的话在台湾大概也有90几家啦 那瑞斯的这个股份是百分之百持有于其中一家公司啦 再来就是还有一个什么丁丁啦 那这个比较小啦 然后也通常很多都是有这个应有的概念 不过他的持股也是在一家公司上面 然后呢还有最后一档我先不讲啦 那我就是要来告诉各位就是说 三季股其实会做的到处都是肉啊 你就知道说检测事情那几次在休息 反而是你的好机会 对 因为我讲真的哦 你说涨一辈的东西叫你再去追那一辈 有时候你也不敢 对 但是 涨一辈的股票它表演给你看有再创新高的能力 市场上自然会在旁边找群农补涨嘛 是 那你是不是 掌握到一个礼拜两到三根涨停板 其实你的目的就达到了 是 对不对 那我要讲的就很简单啦 生技股的狂热刚刚开始啊 因为这个东西我在一个月之前就写过了 当你的心中已经开始逐渐接受 你这要跟病毒长期抗战了嘛 对不对 那你生技股就是十年大多头了 这个我后面就懒得讲了 因为有的有的人要找我抬杠了 什么生技什么上去什么下来 那我就讲一次了 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那你上去的时候你要赚一千万 对啊要赚上去这一段 你不要说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你上去都没赚到 那你下来在那里呼喊也没有用啊 对吧 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嘛 对不对 这样就变成在看戏的嘛 股票你说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活在当下就是上去的时候 你先赚一千万 对 下来的时候要不要赚随便你嘛 对不对 那你不要说上去也看戏 下来也看戏 然后呢别人都赚完了都走了 你在那边喝茶 然后再讲故事给小孩子听 那你来股市干嘛 你写报告就好了啦 那做我们比赛有什么鸟样 就是很多网红就是整天陷于这种茫然 我跟大家讲 实战操盘的时候就是真的要跟你股票来输赢了 要不然你怎么拿到人家的钱 好 所以这个生计后面继续来工 通路这个地方走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跟各位讲 刚刚讲到一半嘛 是 最新的东西来自于什么 远距教学的 远距教学 好远距教学这个东西呢 我在这个礼拜三的时候 对 我们在这个影片当中也说过了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越来越多的小孩子要在家里的话 什么东西营收会暴增 我就讲过 我就预告过了 对公开的 我就公开过了 所以我现在来跟各位讲 尤其是那些就是说对现在的股票 抓的比较不是精准的 你LINE先把它扫起来 对 先夹进去 因为这个是免费的 是 我在盘中的时候就会写在里面 你比方说 像那个礼拜五 我早盘的时候我有讲嘛 对 我说有一档股票 那个是医院的持股 对不对 是 不到50块 不到50块 对 我写的时候还在盘下 是 我出来的时候已经涨到多少8%了 7%还8% 所有买到的人多爽啊 对不对 所以你们先帮忙自己一个忙 加入Lighter 这个不用浅的 是 然后你现在听这个收音机 它其实是怎么样 有的时候我们 像有的人早上听 有的时候晚上听 有的人听到的是那个网路的也有 全国都听得到的 但是那都收盘以后嘛 是 你要在盘中 我跟你讲 你要盘中 股票在跳的时候提前拿到 我跟你讲 你就是要扫Lighter 就是Lighter 因为现在的情形是这样子 不是只有一般听众在扫而已 很多同业 包括你们老师 可能都是我们Lighter里面的 对 因为我所知道的很多老师 现在都直接拿我Lighter去抄 是 我告诉你到处都有 电视上网路上一大堆 你就看那个内容 都从我那边抄过去一看就知道 就我讲什么股票 人家抄什么股票 很多啊 所以我跟你讲 你要拿第三手 还不如就是你自己扫进来 直接拿第一手 好这个我又不讲了 你再不扫那我也没什么好讲的 就是你自己不爱钱嘛 是 那我就继续来讲这个东西 就是 远距教学的 远距教学这个题材 它其实也不是新的嘛 两年前就玩过一次 那现在就假性就熟啊 对 大家最熟的第一个圆纲圆展 是 对吧 可是我告诉你 两年前最凶的都不是他们 还有一档 绝对不是 而且 而且你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就已经讲过了 我在 因为这个新闻是礼拜五早上 让大家再讲的嘛 对 对 我礼拜四就盖牌了 对 老师礼拜四就在lite里面 也有盖牌 我早就已经知道 我这话我都不能讲完 等下 等下 听众说 老师你早知道什么 蛤 你知道什么 我就不讲 我也不能讲啊 我早就知道什么 我早就知道股市就是 有起承转合好不好 不然你觉得我要吃到什么 总而言之 我就提前布局了啦 是 那我在礼拜四的时候跟你讲 这张股票在两年前哦 当时在掌远距教学的时候 其实是更强 我跟你讲哦 他强到什么程度 那一年涨远距教学的时候 我记得他从三十几 还是四十八开始涨 是 他涨到三百八了 哇 怎么这么凶啊 涨这么强 我记得那件事情 我记得这件事情是 我那时候记得好清楚 你知道吗 是 因为我那个时候网路的节目刚开播 然后有一个阿嬷第一集就看到 他叫他儿子来问说 这档是什么股票 是什么 对对对 电话是跟他讲 这档才五十块 过了好像两个月还是三个月 然后三百多的时候 跑来台北找我 带着他们家的小朋友一起来 这个实在是太神了 然后我跟他讲说 其实你只要加入lighter上 跟我打招呼就好了 本身不用跑台北了 疫情这么严重 他说老师我从来没有看过神 是 正常的好不好 是 跟着我要习惯 股票涨停很正常 好的 那就请大家务必利用 稍后的广告时间 赶快加入参应斯坦 免费的line帐号 全新一轮的股票 我们准备要进场了 欢迎来电咨询 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进广告 有机金广米新上市 好物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银川永续农场 吸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副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 23年来都栽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树菇软锡上游全原灌溉 孕育出古力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 金广米有机白米 糙米有机双认证 中广天有价4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听众朋友盘面由内资 持续主导行情 防疫概念股这次有新模式 而且参应斯坦提前预告的大数 创下新高 信仪又攻上了涨停板 升级股的资金开始扩散了 下一档你一定要跟上 请先加入参应斯坦免费的line帐号 ID是小老鼠 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168 或者是播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那么在政策干领股的部分 参应斯坦也要趁着拉回 带你布局新的电子军工股 要请您一起来把握 今天播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 欢迎回到股市参应斯坦的节目现场 那么航空股在这个部分 是持续的电高 航运股也出现了周级别的日出 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观察呢老师 所以其实航运股没有 之前 我现在大概差不多半年前 很多人在那边吵架 在那边论战说那个货柜三雄 一个指天一个指地 我觉得这两种人脑袋都有毛病 你知道吗 你的心中难道就只有创新高跟下地域两种吗 不是的 我告诉你 大部分的局势当中 至少70% 股票都是在箱形里面做区间 你仔细看 真的创新高跟整个破信地的股票 占台湾的股市不会到30% 我没骗你 所以去年不是有一大堆在那边论战 货柜三雄会跌到哪里 会涨到哪里 都很无聊啊 你仔细看这次那个台湾投放 严董他怎么做的 他150几先出嘛 他120几就进阶 你就是在这边做一个箱形操作啊 因为你基本面的数字那么强 你不可能跌到哪里去嘛 你说你到两位数 难道不会接吗 还是会去接他啊 对不对 那你现在找到哪里去 人家说你成长性不足 说不定你明年就不塞港了 他可能也不敢追嘛 你就变成说是一个箱形区间 就比如说一档股票 假设你赔四成好了 假设你最惨最惨 你赔到40%好了 你只要做四次高出低进 你就回来了啊 是 你为什么一定要抱着死 抱活抱什么 那是股票创新高 对不对 没有那个意义啊 所以这里来 再次从这个货柜三雄的走势当中 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 就是说实战操盘的时候 我们的逻辑跟网红的分析师的逻辑 是不一样的 因为很多分析师以为 一定要价格创新高 或者是破新力才定一个输赢 在我们来讲不是这样的啊 你本来就130可以买一趟 160可以出一趟 高出低进 你出一趟 你再拉回来 那意思还不是一样 你只要做个两三次期 你这样他都回来了嘛 是 那未来来讲的话 因为第三季他要减值 其实233到时候就一次约过了啦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就是说 因为这个远距的关系 然后有部分的学生不能去上课嘛 是 他重新又会把这个陆路运输的宅配同期 同期大轮拉回来 是 那再这样就是陆路运输当中还有荣运吧 或者说最近你看那个我之前有说过 因为散装的关系 对不对 你要绕道嘛 是 所以大船你看BCI指数最近其实有这样上来 这个不是BDI是BCI 大船先 因为小船已经涨过了啦 对 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 星星在这边有来做一个补涨 船展股不用急着杀啦 主要是因为 船展股这一次你看那个华欣在带头嘛 是 生习年在杀的是电子不是船产的 但电子是说全军覆没倒也不是 你可以看到在政策的概念股当中 因为礼拜五再涨一个族群就军工 我想过了嘛 对 你看那个荣钢是创新高的啊 是 龙钢金钢都是工涨停的嘛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影片当中也有跟大家讲到 这个部分的话有军工的概念 所以 如果在 呃 你在电子股当中拉回来的军工 当然就是从低轨性去看 因为这次你看那个 马斯克 他跟乌克兰之间的一来一回 你大概就知道这个概念嘛 那未来看的话 你看这个NCC的政策也在这边 所以你看中壘礼拜四这样拉起来 礼拜五的时候有谁核心控啊 是 字役都翻红 没有跌还挑战清高 所以我现在来告诉各位说 整个来说 我们有越来越多人认同我当时讲那个政策概念 那现在的问题就出在一个地方 就是说投资朋友会觉得说那现在还来得及吗 当然来得及啊 很多远距教学不是才第一天刚开始涨吗 是 对不对 而且网通这个地方 那我们之前跟各位讲过了 你在这个地方创新高之后 有一些网通之前 没有涨到过 现在才刚好起涨的 有没有机会来受惠也是一样有 那我们就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尤其你前面这一波没有做到的朋友 或者说你手上有一些股票套牢的朋友 利用一档股票上涨去帮你的股票来做解套 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叫做我应该应该怎么讲 这个借东环西是不是 借东拉西 我取不出一个很好的名字 但是你大概了解我的意思 就是说你新买的股票 如果拉三根涨停 你旧的股票就不会在乎他了 对 就很好旧对不对 是 那我们就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接下来在礼拜二之前 供 我认为下礼拜二会有一档股票 有机会 我不要说涨停 我就创新高机会是有的 是 那这个地方就好好把握我们礼拜一 这个地方要先来做布局 好的 那么蔡英斯坦的帮大家锁定的股票 都非常的标详 大家都一起来见证了 那不同阶段加入的朋友 老师会给你的都是全新的股票 不会带你追已经涨上去的 是布局别人还不知道的 全新的政策概念股 务必要跟上 可以透过蔡英斯坦的Lighter 或者是拨通专线联络我们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再次感谢摩尔投顾 蔡英斯坦蔡正华老师 谢谢老师 祝各位操作愉快转到钱 摩尔投顾110年 金管投顾薪字第026号 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新贵股票登陆 条件较上市贵股票宽松 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 投资人应省慎评估是否适合投资 进广告咯 有机金管米新上市 毫无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迎川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副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23年来 都栽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树菇软锡上游全原灌溉 孕育出古力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 金管米有机白米糙米有机双认证 中广天有价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听众朋友盘面由内资持续主导行情 防疫概念股这次有新模式 而且蔡英斯坦提前预告的大数 创下新高 信仪又攻上了涨停板 升级股的资金开始扩散了 下一档你一定要跟上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NINE帐号 ID是小老鼠 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168 或者是播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那么在政策干领股的部分 蔡英斯坦也要趁着拉回 带你布局新的电子军工股 要请您一起来把握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 我下期再见